提兄弟去相亲 结果却和对方吵起来了 相亲你居然喜欢猛你对吧 你太死板了我不喜欢 于是我也不敢示弱 瞧你说的我怕我太猛你晚上扛不住 不久之后他空降成了我的顶头上司 那一刻我知道我要玩了 兄弟家里比较死板 才工作几年就被家里人逼着去相亲 相亲的人太多 兄弟实在招架不住 就把相亲对象分了一个给我这个母胎单身的人 去相亲那天我特意看了这人的资料 年龄30家海龟身高168无不良是好 资料哪哪都挺好 可是就是因为太好才不对 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篇新闻报道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类 一切让你觉得很完美的人 那都是他们装出来的 其实骨子里面目可憎 我对这句话深信不疑 相亲那天我特意穿了一件花哨的外套 梳了一个比较学生气的头 就是为了打探一下情况 那女人果真和照片上长得一模一样很美 让人觉得很正气的那种美 说话态度也让人舒服得很不对劲 非常不对劲 我一顿饭下来 不是故意打翻杯子 就是不小心弄翻菜 终于把她的真面目给看了 她推了推鼻梁上架着的无眶眼镜 眼神犀利地看着我 实话说吴先生的长相并不符合我的审美 我喜欢猛一点的你显然不是 我吃笑一声凑近看向他 瞧你说的 我怕太猛你晚上扛不住 他挑了挑眉 继续到我看吴先生也不是成心来相亲 不然也不会一直故作笨拙地想要惹我生气 我心直嘴更快是啊是啊 不然怎么知道你骨子里这么卑劣 还喜欢猛的你喜不喜欢弄死你的 我俩谁也不让谁 坐在餐厅里就开始互喷起来 许久没见过这么牙尖嘴利的人了 相亲女似乎有些无奈先止住了话头 我猛地干了一大杯水 从包里掏出两百大钞拍在桌子上 这顿饭我了 相亲女简直被我气笑 她拿出手机找服务员结账 不用你也今天就当是我花钱看了场动物表演 黑我这暴脾气 估计要不是服务员拦着 我和她还能大战三百回合 走之前我气得把桌子上的饭全部吃光 出了餐厅我就打电话给兄弟心事问罪 你这相亲的人都是些什么牛鬼蛇神啊 兄弟李心听了我的话 在手机那头笑得激进失声 他让我回家休息着 晚上他下了班领我去酒吧陪队 我回家后换掉这丑到吊渣的外套 好好洗了个澡 换上帅气的衣服 又抓了一个头行 兄弟来的时候 我刚好收拾完 我把李心叫进屋 你知道那里的金金说我什么吗 他说他喜欢猛的 我这样的他一看就不喜欢 我不猛吗我这身材不好吗 李心笑到羊躺在沙发上 从上学时候起 你就是男生间身材最好的八块腹肌 这女人的眼睛还不如不着 这都看不出来 李心站在我这边 我俩又吐槽了半小时 我心里这才舒服了一些 我们俩收拾完 决定去酒吧捞个美女玩一玩 还得是这种生活适合我 我举着酒杯 和李心一起坐在吧台边 看舞池中央的人跳舞 李心点点头 放下酒杯就拉我去里面跳舞 跳得正还可总感觉 有人在盯着我看 我仔细地打量着周围的每一个面孔 火不其然那不是上午相亲 那个闷烧海闺女吗 我赶忙捅了通李心 把她从台子上拽了下去 李心不明 所以一个禁问我怎么了 我给她指了指 坐在最中间喝酒的那个女人 那那个就是我上午相亲的那个女的 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吧 晚上还来酒吧喝酒 她果然喜欢拉丁 你看她眼神就盯着舞池里的人了 这个死变态 李心顺着我的目光看去 可是边场我怎么觉得 那女的是在看你呢 怎么可能要是她挡过来 我还得跟她对骂个几百回合 要不是因为第二天要上班 我和李心才不会这么早退场 回到家休息一会儿我就睡了 第二天一上班 我就迫不及待地和同事吐槽 昨天遇见了相亲女 同事一边听我讲的八卦 一边给我分享她刚得知的八卦 天哪怎么会有这样的相亲女 对了你听说没有 咱们公司新来了一个总经理 据说是海归 好像叫柳如烟听说美报 我一下来了兴趣真假 这名还挺熟悉的 公司没说这位总经理什么时候的 我也没太在意这个小插曲 继续跟同事吐槽昨晚那个相亲女 真的你都不知道 她说完这句话之后我都懵了 我一下气血上头 嗷嗷就是一顿骂 同事点头附和我 确实该骂我继续的 而且你猜怎么着 昨天晚上我去酒吧喝酒又碰见她了 她就坐在最中间的位置上 旁边一堆小鸭鸭 她眼神就死死盯着那些帅哥 怎么会有这么吓人的人啊 怪不得找不到对象需要相亲呢 没准是身体力不从心吧 我刚说完身后就传来一个有词性的女生 力不从心啊 我和同事齐齐回头看去 就见主管满头大汗的看着我俩 在一旁疯狂给我俩视眼神 这位就是新来的总经理 柳总我凑近望去 看到了那张让人既熟悉又熟悉还熟悉的脸 这个世界也太巧了吧 刚在背后吐槽完相亲女 相亲女就跑到我身后 还成了我的顶头上司 我朝相亲女腼腆一笑 拽着同事快步回了工位 同事还激动的戳着我 你跑什么呀 新来的总经理这么美 你不多看良仰我还没看够呢 你就拽着我跑 我赶紧捂住她的嘴 嘘嘘嘘 总经理的闲话你也敢说 快好好工作 当天晚上 总监给我们部门群里发消息 今晚咱们给总经理接风洗尘 在百香方302包间大家都来 群里都在欢呼 不用加班还能吃大餐 这福利给谁谁不要 零下班的时候 我小心翼翼去了总监办公室 总监我有点是去不了 总监小手一回什么事你跟我说说 我支支吾吾了半天也没说出来 你是咱们部门里我最看好的年轻人你好好看 到时候总经理肯定会提拔你的 我连忙摇头不给我穿小鞋不错了 总监有点挂脸 他轻点着桌子 平时看你那么喜欢美女 也不是拎不清的主 怎么一到总经理着 你就畏畏缩缩呢 难不成你俩认识还有渊源 我连忙摆手没有没有 总监直接一个拍板 既然没有今晚必须去 当天晚上我特意去的晚了点 就为了等所有人都落座后 我坐在李柳如烟的地方 没想到我确实是最晚到了 但大家给我留出来的空位就在柳如烟旁边 不是这大家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呢 为什么不按顺序入座 见我来了总监招呼着服务员上财 吴边长今天怎么来这么晚 让大家都等着你 这不得自罚一杯 同事们都在起货 我赶紧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我不敢看柳如烟的眼睛 不好意思啊路上堵车来晚了 柳如烟没说什么 只不过戏谑的眼神一直没从我身上挪开 我被他看得实在是受不了 狠狠瞪了他一眼 他一条眉不怀好意 只见他看了一眼总监 总监立马屁颠屁颠地端着酒杯过来 柳如烟点点我 听说最近新能源开发的项目是他在跟 总监点点头对边尝试高材生 大学的时候主修的新能源 这个项目让他跟很适合 柳如烟疑惑地看着总监 我觉得他不太合适 总监一愣我一门终于来了吗 得罪总经理就是这种下场吗 现在给他道歉还来得及吗 总监颤颤巍巍的 我能问问您为什么吗 柳如烟面上突然有些委屈 他指着我 说出来的话又让我和总监虎去一阵 他刚刚瞪我 如果吴先生不能做好表情管理的话 我觉得客户会误会的 总监听完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他抹了一把汗 大声叫我名字 吴边长你没事瞪总经理干嘛 我一个竞否认 柳总您刚刚真的看错了 我只是眼睛不太舒服 柳如烟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那是我误会吴先生了 总监走后 柳如烟凑到我面前 低声在我面前说 世界还真挺小的是不是吴先生 我呵呵陪笑 脑子里已经把柳如烟杀了一百遍了 气氛拉到一个高潮 话题不知道怎么被人引到催婚 大家都唉声叹气的 可别说了 我爸说我今年过年找不到儿媳 就让我滚出家门 我的生活已经够烂了 我可养不起孩子 我的同事阿强一听这话彻底兴奋起来 昨天边长还去相亲了 你们都不知道那个相亲女有多奇葩 柳如烟挑眉凑近看向阿强怎么办 阿强见总经理感兴趣 话匣子彻底打开了 边长身板这么好 那女的跟眼瞎一样 而且晚上还去混酒吧 这能是什么好人 最主要的是 这么大年纪找不到对象 是身体有问题吧 所有人哄堂大笑 我修得无地自容 柳如烟也没打算放过我 她眼神锐利嘴角上扬 吴先生你也觉得那个相亲女 是这样的人吗 我抬着头不敢吱声 只胆干笑 但柳如烟还是不想放过我 她的框架眼镜遮挡住眼底的身子 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没准那是人家的个人癖好 哈哈我也不好意思评价人家 柳如烟笑着点了点头 哦原来吴先生是这样想的 这场聚餐好不容易结束 走出门时我才缓了口气 这简直就是上行了 可惜结束的时候太晚 我打开打车软件 这个时间断镜打不着车 就在我纠结要不要走去地铁站的时候 我看见柳如烟车上 还有好几个家里的员打不着车的同事 等他们都下车后 车里就变得诡异的安静 我不太想说话 但他似乎看出来我的多闪 专门来跟我没话找话 吴先生今天和昨天的变化还挺大的 他音质清冷没什么情绪 但我听上去总觉得他说的话不怀好 为了防止今后柳如烟真的给我穿小鞋 我决定还是给他道个歉 柳总真是不好意思 我昨天把你当成猥琐女了 我抬着头根本不敢凑近看他 说的话也微微缩缩 昨天不是还敢跟我对着叫板吗 今天怎么这么怂 或许是酒精上头 又或许是环境使然 我敬红了眼眶 一滴眼泪从脸颊流了下来 我和柳如烟都愣了一下 他手忙脚乱的找着纸巾 我不好意思的用手抹着眼泪却越抹越多 就听他无奈的泽了一声 把车停在路边给我擦眼泪 他冰凉的指腹擦在我脸上 竟让我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我以为你多大胆呢我就这么吓人 我急忙开口便捷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 你以后可不能给我穿小鞋 他眉眼带着笑语 盯着我看了许久 他等我平复好心情 才重新发动车子 不一定看你表现 第二天早上醒来 我一想起昨天在车里的球样 竟萌生了想要离职的冲动 但人未踩死鸟未失望 这一个月好几万的工资 我必须拿到手 到了公司我才知道我多想了 这个班上的和平时并没有什么不一样 除了开会时能和柳如烟打个照面 平时都不太见得到 再次见面是公司团建的时候 我起了一个大早 去咖啡店买咖啡的时候 正好碰见柳如烟 今天他穿的和平时不太一样 穿上了舒服宽大的卫衣 刘海也没有像平时一样用发胶梳上去 不知为何他今天连眼睛都没有带 显得整个人都很阳光像年轻女大 见我盯他看了太久 他大步朝我走来眼眸低垂 吴先生好久不见 我仰头刚大的朝柳如烟笑笑 哎呀老板你也在这好久不见 他笑笑顺手接过我买的咖啡 一起往外走去 我跟在柳如烟身后 几次想把咖啡抢回来都失败 走到约定好的地方时 已经到了好几个同事 没编长 你和柳总今天穿得好像青绿装啊 同事说完我这才发现 我们俩竟然默契地穿着同色的衣服 我慌张地朝柳如烟白白手 意外还挺巧的 不等他回答 我抢过他手里的咖啡就朝同事跑去 同事也好奇我们俩之间到底有什么事 八卦地把我扯到一旁 编长你怎么一看见柳总就脸红啊 你喜欢柳总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 我一把堵住同事的嘴 就是买咖啡的时候不小心和柳总碰见了 然后我们一起过来的 同事八卦地点了点头 意味深长地打量了我一眼 没有继续说下去 不得不说柳如烟还怪会选地方 有山有水风景也好看 就是如果不用爬山的话就更好嘛 作为一名资深摸鱼的打工人 平日里能坐着绝对不站着 能蹲着就蹲着 爬山对我来讲是十年前的活动了 柳如烟拿着喇叭 柔软的发丝被风吹得翘起 他大声说着 大家都努力爬上山 可惜我实在是高估了自己的身体 爬到一半就感觉自己头晕眼花 看人影都是模糊的 要不是旁边的同事一直扶着我 我可能真的会累到 身体素质这么差 柳如烟不知什么时候来到我身旁要不歇息 我点了点头席地而坐 柳如烟挥了挥手让同事先走 自己坐在我旁边陪我 你不会看上我了吧 刘总 我缓了一会儿 身体舒服了一些 也开始敢跟柳如烟开玩笑 柳如烟斜斜着看我一眼 不好意思我喜欢身体好的你显然不是 谁知道你身体好不好 没准你也中看不中用呢 我不甘示弱继续斗嘴 柳如烟眼睛一迷我心道不妙 站起身就要往山顶跑 可我显然还是对自己的身体不够了解 我眼前一黑脑子一蒙就往后倒去 意想中的疼痛并没有到来 我甚至在脑袋里挠不出了 我的身体随着台阶一接一接往下滑的模样 很可惜柳如烟接住了我 我手死死地摁在他身上 甚至摸到了柔软的春光 我趴在他身上缓了好久 眼前的星星才消失 谢谢你啊刘总 他咬牙切齿声音带上一丝威胁 你再捏一下试试我连忙凑近 这才发现自己的手放在了不该放的地方 我连忙从他身上爬起来 慌乱间没撑住 手又从他的衣服里滑进去 吴边长柳如烟大喝一声 我吓得浑身一动 刚要开口说话 身后就响起同事的声音 边长老板 你们在外面都玩这么滑吗 我好一顿解释 同事这才勉强相信我 上山顶的路上 我不好意思说话 甚至连柳如烟的脸色都不敢看 脸热热的这下真的要被穿小鞋了 山顶确实被柳如烟装扮得不错 入目所及应有近有部门吃完午饭后 有人提议要去山后玩真人CF 听说大家都想去 柳如烟直接给包了场 部门算上柳如烟总共21个人分成了两队 抽签是我一直在心灵默念 不要和柳如烟一个队 可惜老天听不到我说的话 我毫不意外地和柳如烟分在了一起 同事们都朝我俩姐妹弄言 一副看好戏的模样 游戏开始 我们队有五分钟的隐藏时间 五分钟后对方队伍开始追击 正是交战本来我打算自己走的 可柳如烟非要让我掩护她 每期明月我体能插线out下场 也不会损失一名大将 我虽耸但还是忍不住地想要半斗 不知道的还以为您是什么大将呢 没准一下就好 我话还没说完 柳如烟突然把拽到身后 随着砰的一声对方队员傲 我凑近看向柳如烟 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 只见她挑了挑没朝我看来 凑近间还能闻到她身上 快步走到了我前面堆上 不然你一会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 我从小就喜欢这种刺激的游戏 确实还不太想死 于是快步走到她身侧跟她并肩 柳如烟把我扔在一棵大树后面 她则跑到一个大石头块后面藏着 一会来人你不要转 如果有人在我背后想要偷袭我 你设计她听懂了吗 我懵懂地点点头 趴在草地里握紧了手里的枪 仔细看着有没有人从她身后搞偷袭 外面混战声音极大 嘻嘻哈哈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 可我和柳如烟这里一直都安安静静的 根本就没有人过来 我紧绷的神经也松懈了下来 趴在草地上拔草丸 下一秒 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从前面跑过来 我急忙支起枪支 朝那人打去 可惜的枪法实在是太烂了 根本就打不着 柳如烟听到我射击的声音 也纹声回头 对着前面的人一击爆头 我激动地在草地里打了一个鼓 还存活下来的人听见我的声音后 都集中往我们这边跑来 柳如烟把枪支在石头上 朝我比了个手势 我听话的往草丛里一爬 一动不动开始隐藏自己 柳如烟丝毫不慌 一枪一枪地解决了好几个人 阳光照在他棱角分明的侧脸上 面容在光线下半明半暗 给他照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月 我的心跳仿佛漏了一拍 然后快速又热烈地鼓动 不知什么时候 柳如烟已经把剩下的人都解决掉 我激动地从草丛里直接跳起来 还没等我大喊 就听见枪响的声音 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我们对的所有人都激动地欢呼 我刚要往前走 柳如烟就朝我大喊 无边常别动 那声音带着一丝紧张和愈怒 他快步举着枪朝我跑来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 就在不远处 有一条蛇正缠在树干上 眼睛直直地盯着我 天哪我真的怕这种 会蠕动且没有腿的生物 更何况那蛇还目入胸光 冲我吐着蛇性子 他正在蠢蠢欲动 想要朝我扑来 我咽了咽口水 只见眼前阵阵发黑 电光是火尖 他快步朝我扑来 无边常别动闭眼 我下意识闭眼 意料中的被蛇咬的感觉并没有传来 我睁开眼睛一看 就看到柳如烟徒手捏住了那条蛇 右手从腰间掏出匕首 往那蛇头插去 我吓得腿都站不住 被同事扶了起来 柳如烟紧张地看向我 你没被咬吧 我摇了摇头 冒了一身的冷汗 你身上怎么还有匕首 柳如烟拽了一把叶子 擦拭刀尖上脏的地方 这种山上一般都会有野生动物 我专门准备了以防意外发生 没想到真的派上了用场 这件事之后大家都感觉后怕 所有人整顿了一下就离开了山上 从山上下去后 柳如烟寸步不离地跟在我身旁 看得出他欲言又止 我特意找了借口让同事先走 给柳如烟说话的机会 对不起我没想到那里会有事 我一脸懵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又不知道那里有没有事 柳如烟摇摇头 毕竟是我让你在那里待着的 还好没出什么事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我轻轻地拍了拍柳如烟的肩 头一次看他这低声下气的模样 我心里也有点不适滋味 我笑着打混 看不出来柳总道德感还挺强的嘛 他不由分说 非要请我吃饭赔罪 路上他又一次向我表达了歉意 不是吧柳总你要是一直这样 以后可怎么当老板了 这不得莫名其妙就破碎 柳如烟温和地笑笑 你以为我对谁都这样吗 也只有你能让我这么心慌 要是你出了事 以后公司里可没有敢跟我顶嘴的人 如果说一开始我还挺感动的话 那么柳如烟的最后一句话 让我感动全无 看在他救我一命的份上 我这才没有和他半嘴 柳如烟诧异地看了我一眼 笑着摇了摇头 不得不说柳如烟这个老板 格外的人性化 团建之后部门的上班 积极性更高了 毕竟这种人性化的老板 在这个资本世界里已经很少见了 一晃就干到了过年年中的时候 柳如烟指明邀请我当他的男伴 对此我没有理由拒绝 年会当晚 柳如烟不知道从哪里找到了我家的地址 亲自来我家楼下接我 进了柳如烟的车里 柳如烟自我上车后目光就没从我身上一开 我被他看得不好意思 坐在车里没话找话 柳总怎么知道我家的住址 他收回视线 当时入职的时候 李田的地址就是这里 我点了点头 车内随后便安静了下来 年会当晚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男伴或者女伴 公司已婚的人士可以携家属 未婚的人士可以部门间自由组队 或者穿部门组队 凡是组队成功的人 都会额外多一次抽最终奖的机会 顺利入场后 我和柳如烟分开 他去和别的分公司老板聊天 我去找我部门的同事们 阿强见到我眼睛都亮了 你的女伴竟然是老板 你小子是不是早就和老板在一起了 一直瞒着我们搞地下恋呢 我急忙摆手 年会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阿强和我端了不少吃的跑到角落 他飞速递刷着手机 然后突然凑近看向我 怎么了我被他看得一愣 他把手机递给我 你快看咱们公司大曲 听运营部那边说 今晚有人要向咱们刘总表白 我急忙接过手机 开始往上面翻找聊天记录 据说那个男生也是海归呢 跟咱们老板是青梅竹马 而且他们俩大学好像也在一个学校 公司里不少人都看见了这个消息 所有人都暗戳戳地等着看好戏 阿强也格外激动 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种心情 我突然有点害怕 害怕柳如烟会答应他的那个竹马 阿强似乎也看出了我的闷闷不乐 他轻轻地推了推我 不是把边场里不会坠入爱河了吧 我没有多说 难道我真的在不知不觉间爱上了柳如烟 果不其然当会场的灯光熄灭 大屏幕亮起的时候 全场都沸腾了 下一秒一束灯光打在了一个男生身上 那男生穿着高定的西装 他举着麦克风笑容明媚 柳如烟你愿意 叫我妈欢快的音乐猛然响起 所有人都把目光转向了柳如烟 只见他不自然地揉着耳朵 带着笑容一步一步地走到舞台中间 他没走一步 我的心都往下沉一次 他的笑容刺伤了我的心 也刺伤了我这个胆小鬼 我想如果是我 肯定是不敢像这位男孩一样当众表白 因为我害怕我害怕被拒绝 男孩亮晶晶的眼神盯着柳如烟 主持人上台给柳如烟递了一个麦克风 就在柳如烟打算说话的时候 我下意识地就想跑 我发现我根本没有勇气 听柳如烟接下来要说的话 可惜阿强紧紧地拽住了我 他说边场如果柳总拒绝了他 说明你还是有机会的 毕竟我们部门的人都看好你 我回望过去 胡烟接过麦克风 他先是让人把音乐声关掉 然后郑重地给那位男生道了歉对不起 我实在是不忍心在这样的场合里拒绝你 但我已经有喜欢的人 我很坚定地认定了他 所以我只能这样冷硬地拒绝你 那男孩听后也没有大吵大闹 只是静默了一瞬 随后用流利的英文说着 好吧我早知道会这样 耐住你和你心爱的人在一起 我也会找到自己真爱的 他把麦蒂给主持人 又回头朝我们比了个心 随后大步走下台 阿强激动地捏着我的胳膊 边场你听见没有 总经理拒绝他了你还有机会 我赶紧把我吃痛的胳膊抽了出来 你没听见老板说他有喜欢的人了吗 阿强这才冷静了下来 一直到抽奖的环节 我都闷闷不乐 柳如烟坐在我旁边 贴心地给我递了一杯果汁 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 我摇了摇头脑袋乱得很 轮到我抽奖时 柳如烟见我情绪不佳 主动把自己的抽奖名额也让给我 我不由得失效 你这是在干什么 难道你有什么把柄在我手里 柳如烟凑近认真地看着我 我能在他的眼眸中看见我的身影 不是我只是觉得 我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我的心脏莫名停了一排 然后开始剧烈地跳动 人声鼎飞的会场里 一种莫名的东西在蔓延 边场哥哥你的耳朵怎么红啊 我诧异地凑近 就看到柳如烟蛊惑的笑容 我突然想起来在很久很久以前 邻居家有个小女孩一直跟在我后面 她叫不对我的名字 只会叫我名字里面的一半个字 我在外面玩泥巴的时候 她就跟在我的屁股后面叫我边场哥哥 她像个糯米团子一样 小脸肉嘟嘟的 只不过后来他们全家搬走 后来再也没联系过 我疑惑地看着柳如烟 怎么也不能把她和小时候的 那个糯米团子的脸重合在一起 她见我愣着 牵起我的手走上了抽奖台 台下人一阵唏嘘 柳如烟替我抽奖 又替我拿奖品 整套流程下来我都有点懵 直到柳如烟当着全公司人的面拽住我 我这才缓过神来 柳如烟不知道从哪里捧了一束花 朝我告白 边场你以为的第一次见面 其实是我的蓄谋已久 从小时候第一次见你 你就活在我的心里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离开过 我不知道你对我有没有不一样的感情 但是我敢保证 我对你的爱永远真诚 我愿意成为一个勇敢的人 而不是胆小鬼 当天晚上 柳如烟就把我管回了家 出了宴会庭 她就借口酒喝的太多 头疼请我陪她一会儿 她的脑袋躺在我的腿上 我百无聊赖地玩着她的脸 一会儿捏捏一会儿戳戳 说你是什么时候找到我的 柳如烟耳朵通红 把脑袋埋在我怀里装养吧 她赖在我身上不愿意走 硬是把我摸回了她家里 成年人的感情主打一个大胆 我们女为婚难未娶 做点什么事都无可厚非 我勾着她的脖子 用手挑逗着柳如烟 燥热的身体骤然贴近 我突然不敢看柳如烟 鼻尖触碰呼吸相馋一夜无梦 第二天起床 我拽着柳如烟的耳朵 言行逼供 你说我们第一次见面是蓄谋已久 到底是怎么谋的 她支支吾吾的不说话 我揪着她的耳朵 就开始来回扭转 她吃痛皱眉我说我说 我通过别的渠道找到你兄弟 勿意让她骗你去相亲的 我眼睛一瞪继续哭她 那第二次呢在酒吧 她无奈点头 然后坦白从宽 去你们公司任职也是 从头到尾都是 我一下就炸了 那你还跟我伴嘴 她瞪着无辜的大眼睛 不然你怎么能对我印象深刻呢 我气得无话可说 拿着手机去找兄弟算账 兄弟一听说柳如烟和我在一起了 班都不上了就跑来我家 他八卦的看着我怎么回事 这么重要的事情都不跟我说 你俩怎么在一起呢 我没有回答 眼神锐利的反问兄弟 那你呢你当初 为什么要和他一起骗我 他用了什么手段 兄弟眼神躲闪不看我 他还在装傻充了 你在说啥呢我怎么不知道 我给了兄弟一记暴力 你还装他都坦白从宽了 兄弟这才苦着脸 跟我说了实话 柳如烟当时拿着 我心仪的公司的offer来找我 他还拿了你们俩小时候的照片 那叫一个真挚 而且你爸妈和他爸妈 好像也一直都有联系 我看他那样不像坏人吗 兄弟小心翼翼的 你能答应他说明你也喜欢他吗 我还不是怕你这个牡丹找不到对象 也正因为有了这个插曲 柳如烟在家里始终都夹着尾巴做人 让我在家作威作妇好久 隔年我们结婚了 柳如烟那天笑成了傻子 他抱着我哭得稀里哗啦 他说他终于嫁到了 他朝思暮想的人 我也很开心 毕竟有钱又多金的老婆谁不爱 最重要的是他爱我 全文完